为什么三星堆只挖掘的千分之一,就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了? 我们先来看这件最魔幻的文物,青铜纵木面具,眼睛向前突出,像个外星人。 古记中记载,古蜀国第一代国王残存的特征就是纵木,没想到在三千年后真给挖出来了。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大的青铜人像,掐成底座,整体有2.62米,大理人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,至今仍然没有答案。 这是全世界已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,近4米高的青铜神术,专家团队花了10年的时间,才把它修复成现在的样子。 三星堆人特别崇拜太阳,这个看着像方向盘的东西,其实是代表太阳的金轮。 这是代表古蜀国至高权力的黄金权杖,古蜀人居然能在厚度仅为0.2毫米的金箔上,雕刻出如此复杂清晰的图案。 五号坑出土的黄金面具虽然只剩下半张,已经是同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黄金面具,纯度为85%,重达280克。 三星堆目前出土100多个人头像,造型不同,应该代表着当时不同的身份或者不同的部落。 三星堆里也有没那么正经的文物,比如三号坑新出土了三个戴肩茂利人像,帽子和面具组合起来简直和奥藏曼太像了。 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没穿紧身裤,穿的是长袍。 这是三星堆的健身教练,身材最好的肌肉男,翘臀,宽肩,发达的宫二头肌,健重的小腿,穿着紧身背心加高臀短裙。 这也太像愤怒的小鸟里面的绿毛猪了,该不会是穿越来的吧,作用可能是一个水杯或者玩偶手办。 这个可不是烧烤架,真实用途还不清楚,可以打开,里面放着一块精心打磨的椭圆玉石,同时还找到了丝绸和金箔残留。 三星堆发掘保护研究工作任重道远,具备如此之高辨识度的文明,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一张响亮的名片。 文物无声,却见证并述说了中华文明早期的开放与交流,包容创新。